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由First Trade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院联合为大家的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也是美股期权实战系列课程的公开课内容 今天是4月20号 又是崭新的一周周二 美东纽约时间现在是8点50分 最近我们把这个早班车的直播公开课的时间调整到了8点45分 到9点半 那还是一样的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 公开课内容给大家带来 然后更多的一些实战的一些答疑 首先先看一看今天的大盘 简单的美股生命 如果说选择继续观看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先看本次的班车计划 本次的班车计划 对吧我们先看看美股大盘的一些情况 我们看大盘 最近我们说了4,180到4,160 这里是有比较大的阻力的 同时我们看到到4,200 到4,200到4,180 这里我们之前说过 大盘有可能会要先跌的话 必须要先涨 所以涨上来到这个位置 4,200到4,180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很难一下子逾越过去的 除非财报季的反应非常非常的好 要不然我个人是会期待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轻微的回调 健康的回调 可能潜在的目标就是往下100点到4,100 以及之前可能突破的位置 对吧 4,080 这些可能都是近期比较关键的一些点位了 我们这边看的是标普500 标普500的期货 24小时基本上都在动的 代码就是US500 零零在investing.com上面可以免费看得到这个数据 这个是标普500期货 目前标普500指数的话 没有盘前的数据 昨天我们看到也是一根红瓣砸下来 拉回来一点点 但看今天这个样子似乎是低开 似乎是一个低开 叫昨天的低点还要往下一点点低开 那低开刚好今天又是有重大的财报 那我觉得这边市场可能会比较复杂 一会我们一一来进行更多的解析 那不排除市场就此 开启一个健康的回调 朝向我刚刚说的4,100到4,080这个位置 对吧 那这个位置的话我会比较感兴趣 之前有大量现金对吧 或者说建好就收的 在这一段上涨过程当中建好就收的 那如果说有大量现金的话 那可以考虑在4,080到4,100这个位置呢 要进场 那理论上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有比较强的支撑的 当然不排除直接穿了往更低的位置走 都有可能对吧 这个我们明天可以再继续更新 或者说来到这一步之后 我们再看接下来大盘怎么走 对吧 我觉得有一定可能性直接穿掉 但也有一定可能性 我们直接反弹往更高的位置走 去到4,200或是更高的位置 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健康回调 是我目前短期更倾向于的一种可能性 然后呢 有更多现金的话 会有更多的机会把子弹打出去 那就是标普版 那我们看QQQ也在上周五出现了一根小吊人 这个是hanging man 对吧 每当出现这种hanging man形态的时候 就要小心了 对吧 像这种反转形态的时候 可能都要小心了 短期可能阶段性的一个顶部出来了 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回调 有时候可能就是出现一个很小的回调而已 那我觉得这边我也期待 可能会是一个很小的回调 这里下方QQQ有非常多的缺口 那我不期待说能够马上把这些缺口全部补掉 对吧 但至少第一个缺口可能会有更大的引力 在332附近 332这里也是同样道理 这里来之后呢 可能在选择向上或者说选择向下 完全取决于接下来一些大的科技财报的情况 比方说像大的科技 这边也罗列出了一些大科技 接下来财报的一些日期 像苹果28号 这我们一直强调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日子 在苹果财报前后 对吧 市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动静 然后再往后的话 像特斯拉可能也在那一周发布财报 然后还有就整个4月份到4月底 也有很多大的科技财报 然后到5月初也有一些大的龙头 Fan stop 会发布财报 我觉得这些都会对市场有很大的影响 这周的话 奈飞今天盘后的财报 我觉得也是尤其重要 为科技龙头打响头炮 大家看头炮是打响了 还是说是哑炮 对吧 那我们看奈飞 一会儿我们也会再重点讲一下奈飞 对吧 先来看看各大板块 再看一看半导体 我们看半导体已经下来了 而且半导体这边是没有出现新高 反而是出现了一个更低的高点 现在是Rollover下来 已经补了缺口了 所以期待QQQ也会同样的会补缺口 只是QQQ可能会现在目前表现强一点 或者说后面可能会补跌下来 补缺口 我们看半导体已经补了缺口了 补了缺口 不意味着说就此就跌完了 我觉得可能整体是还没跌干净 半导体这边显得比较弱的话 可能还有空间向下 下面还有新的缺口 等着去补的 所以我觉得半导体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下跌空间 回落的空间的 说到另外一个成长科技类的板块 我们看到生化制药板块 非常的弱 对吧 IBB XBI 我觉得更多是找机会逢高做空的一个板块了 目前市场上最弱的一个成长类型的一个板块 现在似乎也是慢慢有点起稳走扎实的意思 尤其是IBB 里面更多是一些大的权重的 这些大的制药公司 XBI里面可能更多是一些中小型的一些生化制药公司 可能显得弱一点 对吧 估值各方面 包括之前可能拉的太高被玩坏了 对吧 这个金被拉断了 现在已经已经非常松弛了 弹不起来了 没有任何的张力了 现在我们看到股价也是非常的疲软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板块是最弱的一个板块 我觉得一些大的生化制药公司 对吧 像IBB里面的权重 我比较喜欢Bristol-Mayer 这个我也是一直在关注的 包括最近辉瑞制药 一些大的生化制药公司 表现也都是慢慢的出现了一些分化 所以我们看到IBB里面的holding 对吧 跟XBI里面的holding 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分化 对吧 一些大的制药公司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整体来说 我们看到XBI 还是市场最弱的一个板块 这里面我觉得更多可能会找一些 像Ladoo 反向做空 对吧 三倍看空生化制药指数的这样的机会 感觉圆弧底 包括平台走起来非常的漂亮 包括TZA 中小盘也是慢慢的走起来了 我觉得接下来这些板块 可能会有更大的回落的空间 包括半导体 对吧 我们看到半导体 也有一个三倍看跌的 三倍看跌 目前可能还没走出非常扎实的底部 包括什么SQQQ 对吧 这些可能还没有走出非常扎实的底部 还需要时间 但我们看到三倍看跌中小盘 也就是对标罗素2000的 似乎感觉罗素2000破了平台的话 也可以往更低的位置走 我们看罗素2000 也是最近一个指数 没有去创新高的 没有去创新高的 这也说明市场里面 中小盘里面薄弱的环节 所以大家可能会感觉到说 为什么 为什么市场一直在涨 但是我的股票一直在跌 对吧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股票 可能是中小盘受到影响了 这边我们看到道指 一直也是往上走 也是周五出现一个十字星 然后这边黄昏之星 对吧 一个反转的形态 这个是比较经典的一个反转形态 我觉得这边也是会开启一个回调 开启一个回调 可能这边也是有很多缺口 等待的去补的 对吧 等待去补的 缺口可能会是比较可行的一个位置 比较可行的位置 不排除接下来 一些道指的权重的一些财报 可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包括我们看到 好像最近KO对吧 是道指里面的权重 KO财报还不错 还行 IBM昨天是盘后财报 还可以对吧 涨上去了 终于涨上去了 像这些我觉得 目前来说 对整个道指来说 还是没有过多的负面影响 但如果说接下来 有更多道指权重 像英跳了 包括苹果现在权重 也是在道指上 还是有一定的权重的 对吧 微软这些 可能会对市场有更大的影响 到27号 对吧 到27号 那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到科技的财报 就是IBM 盘后报完了 昨天盘后报完了 然后这周就是有英跳 对吧 然后到下周 就是更大的一些龙头了 所以本周的话 科技还是看IBM 还有Netflix 还有Intel 除此以外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科技股了 对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科技股 那就是关于财报 还有个别板块方面的话 那我觉得薄弱的地方 大家不要去 对吧 大家不要去 如果你要做多的话 千万不要选择弱者 你要做空的话 要选择弱者 对吧 包括中小盘 刚刚我们说的TZA 对吧 还有深化制药指数 LADB 这都是圆弧底 非常扎实的形态 慢慢可以起来的 当然现在像半导体 这些不好去做空 也不好去做空 因为已经下来不少了 当然如果风高做空的话 现在可能也要见好就收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半导体的 看跌的ETF 底部可能也不够扎实 但是半导体三倍看跌 可能比SQQQ 三倍看跌QQQ要稍微好一点点 对吧 底部可能会更扎实一些 这其实也说明了市场 现在弱者是谁 强者是谁 对吧 你要做多强者 找机会做多强者 然后做空弱者 对吧 做空弱者 那就是我觉得市场上 目前不变的一个思路 整体来说 我们还是见好就收 对吧 因为市场没有明确的趋势 也可能倾向于有健康的回调 如果是有更大的波动 有更多的机会来到关键的点 来到关键的点位的话 那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对吧 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像我这边预测 大盘接下来可能会有个回调的话 对吧 那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再次上车的机会了 包括不同板块 之前我们关注的一些传统价值的板块 最近是有不错的回落的 开始有些回落了 对吧 我们看到有些板块 开始有些回落了 尤其是最近一个月 我们看能源板块 是跌的比较多的 对吧 像能源 银行 还有说跟传统经济开放恢复有关的 去年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 这些我觉得依然还有很多的补涨的空间 对吧 补涨的空间 因为从一年的表现来看 这些可能表现很强劲 对吧 但有些可能还是在后面的 像房地产 能源这些可能还有空间 但是开年表现我们看到很强 对吧 全年一页效益 这可能会贯穿全年会有不错的表现 所以就能源 还有金融 地产类的 包括基础原料 最近如果说有回调的话 这些我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但很可惜 目前市场还没有给太多的机会 原油还在这里盘着 对吧 能源板块也在这盘着 原油这边也不愿意跌 原油先行指标也非常强 然后包括银行这边利率 也是高高在上 对吧 银行这边也是没有受到利率 太负面的影响 继续维持在高位 包括整个金融指数 最近更多是一些保险行业的 对吧 传统其他金融业的 公司带动整个XLF 我们看到也是起来了 包括这些房地产指数 建材建商 其实都没有给太多的回调的机会 对吧 没有给太多回调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些暂时来说 都只是更多关注 这个房地产指数 包括什么 这个Home Construction 不好意思 我这边可能 我把输入法切换一下 有点卡 好 ITB Home Construction ETF 这都是在新高位置 完全不给任何机会的 包括这个 XHB 对吧 Home Builder 对吧 这些其实都没有给任何的机会 基本上都是非常窄的 日内的回调而已 想要上车 真的非常难 对吧 所以主要传统板块 一旦经济齿轮转动起来之后 就很难停歇了 大趋势起来 就很难停歇了 而且我们看经济的话 除了看银行 经济的情预标以外 我们也会看道琼市交通指数 道琼市交通指数 目前是有点点冲高回落 目前整个平台是没有破的 说明经济这边可能 故意最近的预期有点火 对吧 涨不动了 冲下来一点点 这里要小心 如果Rollover的话 说不定能带动一些传统的价值 经济的板块 能够下来给更好的机会上车 能源 地产 金融 这些我都是比较关注的三大 经济恢复的板块 当然有很多同学说 这个旅游怎么样 对吧 旅游我也很喜欢 我比较喜欢的一只股票是SBR 这只我觉得也是基本上 不给太多机会上车的 但如果说给机会上车 对吧 这边如果说能够再下一腿 这个是做旅游网站的 如果能再下一腿来这里 对吧 把缺口补了 或来到平台这个位置 对吧 我觉得就很好的再上车的机会了 旅游类的公司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Xpedia 什么booking.com 这些其实都没有给机会 现在估值也慢慢的回到了 疫情前后的位置 对吧 这些我觉得都是属于龙头 包括还有T-CAL 中盖的最近在港股有上市的 然后协程 对吧 还有Tradivisor 这些我觉得都是没给太多机会 基本上现在就横在这里不动的 包括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游轮 对吧 我个人可能比较喜欢 纽维军 这些我觉得也是之前做了一大波上来了 现在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价值 投资的或投机的机会 包括股价上回调 可能也感觉不太到位 对吧 虽然说这只可能波动大一点点 但我觉得可能现在目前估值也比较饱和了 所以我个人可能对这些股票都出于在一个关注的状态 对吧 大家很多人说经济开放 随着疫苗的铺陈恢复 可能旅游会有不错的相关的机会 对吧 我觉得这个也是确实没错 一个很好的选股思路方向 那sabay这只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 做旅游网站的 旅游网站的解决方案 而且我觉得它离疫情前点 还有是一些很多位置 很多空间的 而且可能关注的度不高 对吧 关注人不多 所以导致这个股票 暂时来说 我们看到好像股价没有太大的变动 对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像其他的一些可能大家比较知名的龙头的对吧 可能已经上去了 那现在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有点空间 对吧 可能还有点空间 随时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这是今天我想讲的关于各板块的一些情况 对吧 那这边我们再细化到下面财报 我们的细化到看下面财报 目前我们看到 目前看到财报还是不错的 财报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我们来的有一个叫Earning Scout 一个人叫Earning Scout 对Earning Scout 他有一个推特 推特看Earning Scout 他会在每次财报的时候 对吧 财报季的时候比较活跃 每次财报季 我会看他的汇总 他会这边说是目前整个财报的一个汇总情况 我们看到18个小时前 也就是昨天已经报的43家公司 现在可能不止了 现在可能已经报了100家公司了 对吧 1分之1报掉了 这里目前来看 整体来说开始很强的 EPS增长 基本上看到绿色的话 你就发现是不错的了 对吧 发现绿色是不错的 红色的话说明一般般 对吧 那整体来说财报预期还是不错的 就算是差的 对吧 表现也没有时候特别的差 也没有说特别的差 所以这边财报季依然还是支撑着股价 支撑的美股的高估值 只是个别股票可能需要调整 等底大盘可能也是顺着往下走一点点 对吧 但可能空间不大 像我刚刚说的 可能就是80个点 100个点的回调 然后到位之后 可能又得往上走了 所以我觉得健康的回调 可能也会找机会上车 对吧 要找机会上车 那最近我们在看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奈飞的财报 对吧 奈飞财报这边 我觉得也大家要去看一下 登陆进来看一下 我们用这个marketchameleon来看一下 奈飞 目前可以看他的这样的一个套路 这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 对吧 本周或今天盘后财报 奈飞目前看这个事态 我们单看这个图 不讲别的 高位的一个大圆弧 多次测试上沿的区间位置 这边上一次财报是突破了 然后砸下来 然后砸下来 对吧 然后现在又来到同样的位置 甚至比之前的高点 之前的起步的位置 或者说低点 是在不断抬高的 对吧 一个圆弧的过渡起来 那这里看似也要往更高的位置去杀了 看似这里也是要往更高位置去走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次财报的套路是高开一天 然后后面就哗啦啦的下来了 对吧 那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我感觉这边也是可能会有同样的套路 对吧 可能会上来一点点 不一定能过600 对吧 可能能上来一点点 然后最终也可能会往下走 我觉得这个套路可能还会继续延续 可能还会继续延续 然后包括这边 我们看一下奈飞的数据 这边来到他的earning implied move ortility 可以看到到他上一次的earning是非常好 比预期要好得多的多 这一次的预期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对吧 6.7% 6.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那这个预期前提下 如果是能涨超过6.5%的话 那你如果买call就会赚钱 那如果说涨不超过6.5%的话 那你买call大概率可能会亏钱 所以如果你认为奈飞能够大涨的话 对吧 而且能涨的比较多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买call 当然我觉得买call可能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奈飞的股价钱财报前的表现往往是预跑 我们看到也有了 对吧 财报后的表现往往是什么 下跌的 one week after earning three days after earning 我们看基本上是什么 冲高回落 所以奈飞很喜欢财报前预跑 然后财报之后可能也会有不错的表现 对吧 但财报之后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到两周表现会非常的差 表现会非常的差 大概率都是跌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这个规律就显示出来了 对吧 财报前预跑 财报中可能会有正负的这种反应 五十五十 但财报后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下来的 基本上都是下来的 从期权的这个策略上来说的话 直接买call买put 其实是比较难的一种策略 但这里有一个 十二次当中有七次成功的 在财报的三天前 我不好意思 the day after earning to three day after earning 所以就是在财报当天 或者说到财报的三天后三天 my put 会有80%的回报 七次当中 这十二次当中有七次获胜 那这个刚刚更更多是对应说 我刚刚说的 奈飞可能这边财报 会冲高回落 财报之后可能会冲高回落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对吧 另外也有一个是 the day after earning to two day after earning 在财报当天到后两天 买25delta的strandle 就是说你同时my call 跟my put 这里可能也会67%的胜率 有80%的回报 平均回报 对吧 那这都是不错的 目前这边market chameleon推荐出来的一些大数据 给的参考的一些earning的strategy 对吧 earning的strategy 那我觉得这三个都不错 对吧 都不错 尤其是如果说奈飞在财报之后高开 啊 那可能我们会买一个put 对吧 买一个at the money的put 那可能期待会有大概率的回报 平均回报80%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对吧 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对于奈飞的财报 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话 没问题 对吧 你可以等到奈飞财报之后再做 财报之后 如果高开 那说不定是很好的一个做空的机会啊 那这边如果说往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胜算呢 比如说这边看这个ring rate来说 百分之一百胜算的 对吧 啊 这个是a day before earning 然后呢 a week after earning 可以short call 也是百分之百的胜算 但是平均回报比较低 对吧 我们看平均回报比较低的 这些可能胜算会高一点 因为说明什么 稳啊 风险跟回报是同在的 对吧 如果你没冒什么风险的话 自然而然就不会有什么回报啊 所以这边我们看 如果说平均回报比较高的话 那自然而然胜率会稍微低一点点 但我们可以看 对吧 有些胜率也可能会比较好 比方说这边有58%胜率的 刚刚这个就已经被罗列出来了 对吧 可能比较好的 他都已经推荐上去了 然后这边也有什么67%的胜率的 这个strangle strangle 对吧 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 那这些都是可以考虑做的一些策略 那我们回来到这个first trade的期权极客 来进行一个大致的一个演练 大致的一个演练 那像我们刚刚说的几个策略 我觉得都可以放到这里面 来套用试一下 一个是at the money put 另外一个是25 delta的straddle 另外一个是cold butterfly 对吧 这个cold butterfly 我觉得就不推荐大家去做了 这cold butterfly可能比较高级的策略 因为根据大家反映回来的建议里面说的就是院长不要讲太多复杂的策略 对吧 听不懂有点晕 然后可能时操性也不强 对吧 可能也不好去做 也帮不到大家太多 那好 这边我们讲一些基本的策略 对吧 买put买call大家总会了吧 如果说这边 如果奈飞财报上去了 对吧 long put 很简单 直接买一个put 买一个5月到期的就可以了 5月21号31天 那是他说是add money的 对吧 那现在如果是550就是add money 如果涨上去的话 你可以再往这个stripe往上调一调 因为毕竟就算是买put 这个put也是非常昂贵的 你可以看到是25块钱一张 一张需要花到2000多块钱 对吧 比较昂贵的一个put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话呢 就等它涨上去了 那说不定你可以选择更好的一个put 去进行 这个做空 对吧 比方说它涨上去一点的话 你同样可以买到550的put 但是可能会更便宜的价格买到 然后呢 交易成本大约可能2000多左右吧 可能甚至更低一点点啊 如果它涨上去的话 这个put价格会下来 对吧 然后你最大回报 现在是理论上是有无限大的回报的啊 但实际上回报可能就是这么多 对吧 然后你的亏损 最大亏损就是你的成本 然后你最大回报呢 就是随着股价不断向下 那你可能会有很高的回报啊 当然我觉得奈飞可能在财报之后 就算高开 最多可能会补这个缺口 回来 或者说回测一下最近的一些支撑啊 但我不期待说回到500块钱 或回到400块钱 对吧 这太夸张了 我觉得可能回踩一下 最近这个盘整的区间啊 区间的上沿啊 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吧 所以如果说做这个附近 add money的期权 put 可能会是不错的一个策略 另外的话呢 就这边说的一个25 delta的一个strangle 何谓25 delta 这个之前我们也说了 啊 delta值为25的啊 也就是slightly out of money的option啊 slightly out of money的option 那这个其实在期权链上都可以看得到 对吧 你登录进来之后呢 来到这里首页 直接点一下内飞的代码 然后呢 期权链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delta glyx and analytical 对吧 来到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选择 我看他日期有没有推荐啊 show details ok 他没有推荐日期 对吧 那日期自己去选择了啊 那这里25 delta 就在这里啊 你看25 delta 这个是不是25 delta 我们把这个价格全部给打出来 这里怎么选不到这个竞价吗 我看一下这里 为什么被选不到啊 这全部啊 全部打出来 然后glyx 这里不知道为什么选不到啊 至少选择这个日期 那我选择这个5月21号到期的啊 或者说马上到期的 5月7号到期的吧 然后这边我需要看到25的delta 对吧 25的delta 这边现在目前是没显示出来啊 不知道是我操作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啊 这里我需要看到的是 这里 全部价格 全部月份 出来 然后二十 这里5月21号啊 有点卡啊 5月21号 点5月21号 然后呢 往下看 然后呢 找到这个delta为25的啊 我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切换过来 然后看到delta为25的 好 这边界面有点卡啊 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 目前数据在loading太多数据的原因啊 那大概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个 gix gix analytical 这里可以找得到 对吧 delta delta为25的 也就是slightly out money的 delta为50的话 就是add money 对吧 看来是我的问题啊 数据太多了 可能一下子啊 load不出来了 好 那这边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啊 那delta25 这里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收得到 也可以找得到 对吧 delta25的一个strangle 我们看这个属于是short move的strangle 对吧 那你选择5月21号到期也可以啊 delta25怎么得来的呢 你可以先把这个去掉 对吧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策略的 比如说我们选择21号啊 点选进来 点一下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里有一个 他说delta现在是46 对吧 所以这个不是delta25的 所以你需要再out money一点点的啊 那你需要选择out money一点点的话 现在这个是put out money的put 那你就往下选啊 那比方说我们选的 现在是550 那你要往下选到500 我看500块钱应该差不多了 500块钱 我们看看这里 这个delta现在应该是到了17 对吧 差不多可能再往上走一点点啊 那可能大概是520 510左右啊 这是比较笨的一个方法了 因为那边数据卡了 对吧 我这边一个慢慢调整 对吧 515应该就是25的delta了 对吧 25delta的这样的一个 如果说我们按照完全按照他的这个推荐的话 对吧 当然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啊 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所以他是说 如果按照 这个推荐的话 就是25delta的 strangle 对吧 所以你这边是同时mine call 跟mine put 然后呢 delta对象是25的啊 这个是 可以找得到的 对吧 可以找得到的 同样的话 你这边再加一腿 一样的 啊 那刚刚我们那边是15对吧 减掉了40块钱 那这边你要加40块钱 那就到590啊 是这样子的 对吧 那这个也是在财报当天 或财报后 几天可以做的啊 这个其实财报当天就可以做 对吧 今天可以做这个 但这个期权其实成交 这个成本是蛮高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成本是要花了两千块钱 做一张合约 对吧 如果做不好的话 这两千块钱就全部没掉了 然后呢 最大回报是钱在无限大 如果股价往上涨 或是股价往下跌 那理想的情况下是怎么样呢 股价明天开盘先涨 对吧 涨了之后 你把call这边除掉 对吧 然后呢 再把这个put这边等它下来 再把put这边除掉 对吧 那两边都赚 那这个是理想情况下 对吧 那这个也是当然了 需要股价配合了 如果说奈飞的财报是冲高回落 那这个策略也是有不错的回报 当然你也可以等财报之后 再做选择直接 选择高开之后 买put也可以 对吧 那这是我觉得 今天可能跟大家讲解的一些 比较有用的一些信息吧 同时也是结合期权那些实战相关的内容 可以看一看啊 好 这边有同学问到一些问题 像这个能源可不可以买了 我觉得再等一等吧 刚刚我也说了啊 这也穿插到刚刚的提问了 马拉可不可以买 可以 我觉得可以抄底啊 如果说最近的低点破了 那就不要去持有了 SQ 没什么看法 对吧 这只我觉得不要去碰它啊 等别人不要的时候 说不定可以接回来 witch.com 这个我还是对它有一定的期待的 我觉得这个股价等它出现反转的时候 或更强资金流情况的时候 可以进行抄底 甚至说如果原来有底仓的话 可以加仓啊 那腾讯音乐属于是第二关注对象 唯品会是我非常喜欢 也有仓位的 百度目前是暂时没有关注 然后呢 Fable现在这些 我觉得Fable更多属于 可能是逢高做空的一只股票啊 这个不可以长线持有 对吧 不可以长线持有啊 马拉 这个昨天我们石盘区也买了一点 对吧 看看这个价格怎么样 再观察一下 先买点底仓 如果不错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加仓啊 那我觉得马拉这个 每一次低点啊 我看到目前来说是不断抬高的 这条趋势线吧 或这一条大的趋势线 对吧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啊 那现在目前有些小冒犯 对吧 希望它能拉回来 如果拉回来的话 可能我就接好就收了 对吧 但如果说拉不回来 那下一个位置就是这个 30块钱左右这个位置了啊 那这个位置可能会有更大的机会啊 或者说 说明整个区块链板块 因为Coinbase的上市就此就陨落了啊 但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想要抄底 区块链的股票 对吧 马拉肯定是优先选择的啊 肯定是优先选择的啊 如果马拉都不行的话 那我觉得其他也不行了 对吧 马拉不行的话 其他也不行了 如果说不喜欢区块链的话 就不要关注了 对吧 如果说对区块链非常热衷啊 而且喜欢关注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看看马拉对吧 重点关注马拉就可以了 然后巴菲特的这个B类股 我觉得也是啊 很强 但是最近看出来好像有一点弱势 对吧 有点弱势啊 可能会有一个回调 希望能够带动一下 对吧 希望能带动一下啊 嗯 对 马拉38以下这个缺口补了 我觉得就可以搞了 对吧 我觉得缺口补了就挺好的啊 向下的话 目前没有什么太多缺口 这个位置有一个缺口 但这个缺口之前是补过了啊 已经补过了啊 所以我不排除 可能还有往下杀的空间啊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 也有可能会是一个低点啊 所以仓位控制好吧 对吧 我觉得成本现在是很好的成本 仓位控制好的 时机也不好说 太很有价值的这种 好像是卖啤酒的的 卖饮料的 也是很好 分红可能也不错的吧 这只也是可以长线持有 如果有仓位的话 没有仓位 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啊 KKR ACM 这些可能都是比较偏传统的股票啊 这些可能目前都在高位 不太适合进场 但是可以长线关注啊 这两只股票非常的稳 非常的好 你如果要进场的话 我觉得空间可能也不大 当然如果回落下来的话 可能会有更好的上车的机会 这两只也是很好的公司啊 没什么毛病 特斯拉财报前 我就不过分看空了 但之前我们也说过 这个位置是会下来的 对吧 那现在回踩了 这个区间的上延 那我觉得昨天会是个很好的上车机会 如果说你要做财报的预跑的话啊 当然我不期待说财报之后这边能突破 对吧 我不期待财报前这里能突破 但我觉得财报前可能还是会有些预期 会在这里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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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报前难以跌穿 也难以向上 更多可能是区间震荡 对吧 所以就是在区间下延买 区间上延抛 就是可能财报前进行更多的震荡了 才特斯拉财报应该是快了啊 特斯拉我记得昨天我查了一下 我又忘记了 特斯拉Earning Day 4月26号对吧 下周也是下周啊 这里特斯拉问题特别多 对吧 然后还有这里就是 XRX 这支也是比较偏传统 然后很有价值的股票啊 这个财报是什么时候 XRX 这支期权流动性应该不太好吧 我记得这个期权成交量可能比较少一点啊 这个是这周财报吗 应该也是这周财报吧 有可能 XOXEarning Date 4月20号 今天 已经财报了吗 这个可能期权流动性不太好做啊 因为我看他期权平时成交可能稍微少一点 对吧 嗯 这支我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想法啊 抱歉了 请问如果说短期 Platia 不会涨超过25 那如果你有持股的话 那你就做cover call 对吧 做cover call 如果说你没有持股的话 你可以考虑 卖一些call spread 也可以啊 上周提到 由于某些股票有卖铺的行为 所以把股票卖掉 请问老师怎么用期权链的交易数上看得出来 或者说老配都搭配什么因素去判断啊 综合判断 然后用经验去判断吧 有些股票 有些期权可能 期权跟股票是可以同时交易的 对吧 所以当你看到有些大的期权交易的时候 同时又出现有股票的 这种大的成交量交易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对吧 通过一些专业数据或软件 说不定能看得到说 哎 这个交易两个是匹配的 就同时他可能是买了期权 同时他可能又卖了股票 对吧 或者说他买了股票 同时他又买了put 这个其实就是不太干净的 这样的一些异动了 怎么说呢 这些就是说明说他是 呃 不是强烈看涨了 对吧 说明他又做了对冲嘛 所以就是属于偏中立的一种策略了 所以平时你可以看分钟图 对吧 当你看到异动的时候 期权异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分钟图 是否也有比较大的这种成交量出现 是否伴随着大的成交量 大的成交量的话 刚好有时买入进去的话 刚好你就看到put 那说明可能他做了一个套保的策略 就是买股票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表示对不对 反正就是买股票 然后同时加入对冲买put了 苹果财报前可能更多喜欢预跑 我们看苹果现在已经开始预跑了 对吧 苹果财报非常喜欢预跑 苹果的start pattern在财报前往往会涨的比较多一点点 对吧 然后财报之后可能也会有后续更强的反应 对吧 所以我觉得苹果更多是做预跑的 包括现在很多大科技都是做预跑的 苹果下周财报 那这个预跑已经开始了 对吧 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日线图 TSM 半导体相对较弱一点点 所以TSM 我当时就是建议不要买 等回落再说 对吧 然后这个疫苗 最近有些疫苗不行了 有些疫苗就起来了 这个就不要去追了 BLON BLONK 是你应该说的是这个吧 BLINK BLINK是我蛮喜欢的充电桩 最近地点如果破掉的话 3126号地点破掉的话 我觉得就不太看好了 对吧 这个地点必须要守住 然后这个American Welf 这个还在低位做平台 远程一聊 暂时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你应该想问的是这个 freeport map 还是想问这个加拿大的 这个家园的ETF 这可能一点到了 我就不太熟悉了 那如果说你要freeport 卖的话 本周刚好是财报 如果回落下来 能补这个缺口 或是回到更低的位置 对吧 我非常欢迎他能够回调 如果说不回调 可能我也不会关注了 包括USDU 这边可能我暂时也不会关注了 也要等一些财报之后 再看怎么样 对 我觉得这些股票都已经是上来很多了 AMD看平 继续看平 半导体比较弱 AMD其实是半导体里面更弱的一个 APPS之前我们也是跌下来 肯定要抄底的一只股票 对吧 上来就跑 对吧 上来就跑 那现在就回到区间下沿 如果觉得如果再下一层 那可能会有机会 对吧 可能会有机会 APPS也是我觉得值得去任何回调 值得关注的一只股票 TDOG 这个就是逢高做空了 对吧 这个我们说了很多遍了 像这种估值比较高的股票 就逢高做空 LAZY也是一样 这些股票我都不会去碰 甚至要找机会逢高做空 QS不好逢高做空 但是当别人不要的时候 对吧 出现一些骚动的时候 我是比较感兴趣 可以接回来做一些短波段 因为它电池的炒作 包括它的技术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炒作空间 但更多是炒作了 因为这公司没什么营收 没什么基本面的支撑 更多都是短线炒作而已 包括我觉得你们关注 更多可能也是为了短线炒作而已 不排除随便出现一个新闻 可能就上去了 对吧 但我觉得目前来看 感觉还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上面太多套牢盘了 包括之前也是高位增发了 然后现在有大量套牢盘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要小心 这个小心 包括破了关键的支撑了 对吧 可能还会再往下走到之前 更明确的支撑的位置 才能会有更好的反弹的机会 好 今天先讲那么多 感谢大家的问题 然后明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我们还会再见的 对吧 周三周四 我们还有两场公开课 这边也是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这边已经开盘了 已经敲钟了 那明天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 大家再及时的提出出来 好吧 那今天先这样 想了解更多信息 可以拨打first trade的客户专线 电子邮件 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 trade横杠1985 服务华人30多年老板券商 真正意义的美容券商 那我们明天早上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不见不散 我把我的微信留下来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们后续再聊 好吧 好 拜拜 拜拜